我们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你是生命的主 你不仅赐给我们 从人来的生命 你更是 也把你神圣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主啊 你更是生命的话 在你的话中 许是你跟我们人类 应该有什么样正常的关系 主耶稣 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座 把每一位上线的 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 让我们借着 你在圣经中的启示 让我们认识 你愿意 你喜悦 我们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 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位 让我们都是成为 有耳可听的 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奉你的名求 阿们 好 我们继续来看 圣经中的人物 我们今天来到了24天 今天 是接着上次 看见扫罗 约拿丹 还有以色列人 很多人 打了个败仗 扫罗和约拿丹 一同死在战场上 今天是大卫哀痛 扫罗和约拿丹 扫罗面临 贝利斯人聚集 要跟他和以色列人 开战的时候 他发现 他已经没有神的引导 没有祭司 帮他求问 没有 生言者的说话 更没有 更没有大卫 这位勇士 可以来为他 征战 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居然去求问一个 交诡的妇人 想用神所禁止的邪术 来得这场战争的指引 神让萨摩尔从阴间上来 对扫罗说了曾经说过的话 并且宣判 他明天就要和他三个儿子 暂时杀场 果然战争一开打 以色列士兵临阵逃跑 被完全齐败 扫罗和三个儿子 也被杀死在基利波山 菲利士人割了扫罗的头 把他的尸体挂在 博山的城墙上 基利亚比人 因为扫罗曾经拯救过他们 他们的勇士 彻夜去把扫罗和他三个儿子的尸体 抢救回来 用火烧了 把骸骨埋葬在垂丝柳树下 今天我们就要接着来看 我们到了撒末尔记的下 扫罗死后 大卫吉沙亚玛利人回来 在喜格拉住了两天 撒末尔记 在西伯来人的旧约圣经里面 是一卷书 但在这里呢 撒末尔下之所以分开了 就是扫罗死了 开始了一个新的王朝 扫罗死后 这句话标示出 暴君扫罗时代已经告终 新王大卫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在大卫被雅籍王命令 带兵和菲利士人一同出征的时候 亚玛利人借机洗劫了大卫 一行人的所有家眷 并且放火焚烧了喜格拉 他们突击亚玛利人 抢救回来的家眷 并且掳获了许多牛羊牲畜和战利品 但是他们无处可去 还是回到了那已经成为废墟的喜格拉 第三天 有一个人从扫罗的营里来 衣服撕裂 投蒙尘土 他到大卫面前 伏地叩拜 大卫问他说 你从哪里来 他说 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 从北方的基利波山 到南方的喜格拉 大约有170公里 需要走 要走四天的 这个报信的少年人 在大卫回到喜格拉之后的第三天到达 表明 就在大卫打败亚玛利人的那一天 就是扫罗战败 被杀的那一天 这么巧 神的时间表 就是安排的这么巧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 好 在地图左下方 这里有五个 非利式人的城市 大卫是被安排在 喜格拉 那么 以色列人 是聚集在基利波山 在北方 耶斯列平原这里 那么非利式人的大军 是聚集在苏聂里 所以 这场战争是在基利波山 那么 这个 从扫罗军营里面逃来的人 要从北方一直逃下来 到喜格拉来见大卫 那么 非利式人 杀了扫罗 把他 还有他的儿子的 尸身呢 是放在 博山 这个城墙上 那么在 河的这一边 有激烈亚比人 就彻夜 去把 他们的尸身 抢过来 然后呢 用火烧了 埋葬在 垂丝柳树下 背弃神的寿高王 扫罗被杀的那一天 却是接受神磨炼 成全的寿高王 大卫 打圣仗 夺回被掳的人口 并且掳掠许多战利品的 同一天 这时 非利式人正忙着 在北方占领新的土地 还没有回来 大卫 又问他说 事情怎样 请告诉我 他说 百姓从战场逃跑 也有许多人 扑倒死亡 扫罗和他儿子 约纳丹 也死了 大卫问 报信的少年人说 你怎么知道 扫罗和他儿子 约纳丹死了呢 报信的少年人说 我偶然到基利波山 看见扫罗 靠在自己的枪上 又见战车和马兵 紧紧地追他 他回头看见我 就呼叫我 我说 我在这里 他问我说 你是谁 我说 我是 亚玛丽人 他说 请站到我身边来 将我杀死 因为痛苦抓住了我 但我的生命尚存 我知道他扑倒后 必不能活 就去站在他身边 将他杀死 把他头上的冠冕 背上的镯子取下 拿到我主 拿到我主这里 这个人跑来 大卫还不晓得他是谁 所以问他 他是谁 结果这个人自己抱 他是 亚玛丽人 大卫就把自己的衣服撕裂 跟随他的众人 也都如此 他们为扫罗和他儿子 约拿丹 为耶和华的名 并且为以色列家悲哀哭号 禁食到晚上 因为这些人都倒在刀下 大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和家眷 七八年之久 一直到处逃难 躲避扫罗不停止的追杀 受了多少苦难惊恐 但是当他们听见扫罗战死了 他儿子约拿丹和许多 以色列士兵也都战死了 没有一个人欢呼吸了 反而全体都撕裂衣服 悲哀哭号 禁食到晚上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大卫尊重扫罗是 耶和华神的受高者 他两次不杀 已经落到手里的扫罗 并且一再地教导 他的跟随者要尊重神的受高者 大卫以身作者的榜样 把他尊重神权柄的理念 深深地刻入了众人的心里 他们没有为扫罗 这逼迫他们的暴君灭亡而喜乐 反而为了耶和华神的受高者 和神的百姓被杀 悲哀哭好 大卫和跟随者的哀悼 是发自内心的 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 你是哪里的人 他说 我是亚玛利寄居者的儿子 前面这个少年人已经说了一次了 但是大卫要更加的确定 再问他一次 大卫说 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高者 怎么不畏惧呢 这句话正是当扫罗第二次落在大卫手中 亚比塞想要用扫罗的枪 刺杀扫罗的时候 大卫对亚比塞说 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高者而无罪呢 而且大卫又说 他或是被耶和华击打 或是他的日子到了而死 或是下到战场阵亡 我在耶和华面前 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高者 这是大卫从心里头 他是尊重 这是神所设立的权柄 神是权柄 但是神所设立的是在我们面前的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情形 但是他是神所设立的权柄 我们是顺服 因此大卫的两次不杀扫罗 确确实实地 他真正认清神的权柄 大卫刚刚在南方 消灭了亚马利人的一支部队 报信的人 是在北方以色列宗寄居的亚马利人后代 不晓得大卫刚刚跟亚马利人的争战 他没有想到自己是以色列人的仇敌 还口口声声地说杀了他们的君王 惹来大卫的震怒 扫罗不愿意听神的吩咐 去灭绝亚马利人 现在亚马利人跟他的死却有关联 这个亚马利少年人 一定知道扫罗多年来追杀大卫的事 他跑了四天的路 赶来向大卫报告扫罗被杀的消息 必定是想要从大卫这里得到赏赐 他叙述扫罗的死亡状况 其用意是要显扫罗的功劳 说扫罗是他杀的 但他并不了解大卫不杀扫罗的原因 没想到大卫没有因为听见这个消息而欢喜 他不但没有得赏赐 反而惹来了杀身之祸 亚马利人就是我们的肉体 不认识不尊重 也不能服神的权柄 扫罗是被神吩咐去灭绝亚马利人 但是他在他的肉体里面 不认识肉体的可怕 也不尊重神的话 更是不能够来服神的权柄 结果他就跟亚马利人 他的死亡是有关系的 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 说你尽前来杀他吧 那个少年人起一杀他 他就死了 大卫对他说 留你血的罪归到你自己的头上 因为你亲口指证说 我杀了耶和华的受高者 大卫尊重神的权柄 绝对顺服 绝不越权 这是他合乎神心意的翘 也愿意我们看见这件事情 在神的心中是何等的重要 撒末尔上三十一章的记载 扫罗被杀 和这里亚马利人报告给大卫的 似乎有差别 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从亚马利人的动机来看 他特地奔来这里 就是要向大卫讨赏的 他们以为借着他的报信 是为大卫除了大患 必要得到大卫的感激和赞赏 好得到赏赐 并且大卫就要做王了 必定会受到抬举 为了要证明 他实在杀了扫罗 就拿出扫罗的灌脸和镯子 陈列在大卫的面前 他的存心令大卫愤怒 后来到了撒末尔夏第四章 大卫说过这一句话 从前有人报告我说 扫罗死了 他自以为是报好消息 我就拿住他 将他杀在喜格拉 这是我给他做报消息的赏赐 所以这个亚马利人来 报给大卫以为是报好消息 这个亚马利少年人 未能求到名利 反而被杀 真是罪有应得 自食恶果 他只知道外面的消息 他不知道大卫的内心 从扫罗的习惯来看 他被弓箭射中 受伤慎重 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 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 免得这些 免得这些未受割离的人来赐我 凝辱我 他吩咐 同为以色列人的 拿他兵器的人杀死他 他要这个是以色列人 来杀死他 免得他被未受割离的人来赐他 凝辱他 这个认知应该是以色列人的共识 大卫知道 他的跟随者也知道 亚马利人和菲利斯人都是外邦人 是未受割离的人 扫罗既然不肯死在未受割离的人手中 怎么会求这个未受割离的亚马利人来杀他呢 让他死在以色列人的世仇的手中呢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这是亚马利的少年人说谎的 为了要得赏赐的 大卫一眼就看穿了 亚马利人所说的故事是虚构 大卫打败了亚马利人 并且得到许多战利品的时候 另外一个亚马利人 却取下了扫罗的冠冕和背上的镯子 偷走了他的荣耀 而大卫急杀了亚马利人 回来的第三天 竟然有亚马利人亲口见证 说他杀了耶和华的受高者 这实在是一个奇特的对比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要认识 神是不可侵卖的 大卫为扫罗和他儿子 亚马利人唱以下这首哀歌 并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 因为当时大卫那时候 只有在犹大人中间 这歌名叫《公歌》 写在亚撒尔书上 这是旧约中最出色的哀歌之一 善于写诗的大卫通过这首歌 表达自己对扫罗和约拿丹之死 悲伤的心情 使用动人的诗句怀念他们 我们可以感受到 大卫里面热切的爱国心 并且洋溢着他对扫罗这位王 还有约拿丹这位知心盟友的真情哀悼 《公歌》为什么叫《公》呢 因为汴雅敏人善用弓箭 大卫可能以此来纪念 属汴雅敏之派的扫罗和约拿丹的英勇 以色列的荣美在你的高处被杀 勇士合尽出道 大卫一开始 这个哀歌里面就赞扬扫罗 还有约拿丹是以色列的荣美 他们是勇士 不要在加特报告 不要在亚斯基伦街上传扬 免得非利式人的女子喜乐 免得未受隔离者的女子欢乐 这里头讲的两个城市 加特和亚斯基伦都是非利式人的城市 加特是离以色列最近的非利式城市 亚斯基伦则是离以色列最远的 非利式城市 这是他们在说的时候有这种习惯 从一方到另一边 就如同说以色列的从北到南的时候 当时他们都会说 从旦就在北边 一直到别是巴南边一样 这是他们的习惯说法 基利波的群山呢 愿你们那里不降甘露和雨水 也没有田地出产贡物做举计 基利波就是扫罗和他儿子 战死的那个山上 基利波是扫罗和约拿丹 战死的地方扫罗和三子扑倒的 基利波山的北岭 至今都是光秃的布毛之地 应验了大卫的咒诅 这很奇特 大卫他的哀歌理念 用咒诅说的他们被杀的那个地方 结果到今天有三千年了 那个地方还是光秃秃的 我们看这底下的相片 在山下这个就是 叫做耶尔斯列平原 今天呢因为以色列人的灌溉 而且呢这里雨水各方面呢 你看山下都是非常肥沃的凉田 但是呢在这个山坡上面 却是光秃秃的一片 就是什么都不长的 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在这一块 他就是光秃秃的 所以圣经里面 就连大卫当时写这个哀歌的时候呢 他现在是神的受高者 他的话 他的咒诅 也成了这个基利波山的咒诅了 是应验的 因为勇士的盾牌 在那里被污 咽气 扫罗的盾牌 不再抹油 以色列的盾牌 是用木头制的 上面绷以皮革 盾牌经过作战之后 需要涂油 以便将血迹擦干净 并且借此处理皮革 使之保持柔韧 扫罗战死了 他的盾牌 不再需要抹油 却是被污秽 丢弃在战场上 未见被杀者的血 未见勇士的自由 约拿丹的弓箭 绝不退缩 扫罗的刀剑 绝不空回 这句话是来描述 扫罗和约拿丹二人 生前的英勇杀敌 他们不把对方杀的剑血 他们人死了 他们的弓箭 绝不会退缩的 刀剑是不会空回来的 扫罗和约拿丹 活的时候可爱可悦 死的时候并不分离 他们比音更快 比诗还强 这里大卫是把扫罗和约拿丹 一同来赞美 称赞他们 活的时候 这父子说是可爱可悦 死的时候并不分离 可爱可悦 原文的意思是被人所爱 令人喜悦 大卫在这里居然说 这位这么长久 一直逼迫他追杀他的扫罗 活的时候是可爱可悦的 大卫对扫罗 没有丝毫怨言 或者幸灾乐祸 反而称赞 他是被人所爱 令人喜悦 可以看出 大卫从心里赦免扫罗 对他多年的无故追杀 想想看 想想看 是这位这么长久 有七八年之久 叫他是居无定所的 要到处逃难 住在山洞中 而且随时不晓得 下面明天会发生什么情形 但是大卫 他是完全没有一点的怨言 他从心里头 赦免扫罗 我们也需要学会 赦免 大卫像这样的情形 他都能够从心里赦免 我们也更应该 不让一些的 这些难处 或者是别人的冒犯 在我们心里 一直成为一个苦根 路加福音里面 主耶稣说了 你们要赦免人 就必蒙赦免 我们在神面前 也有许多的冒犯 但是主在这里头 教导我们 我们要先来赦免人 就是那些冒犯过我们的人 我们赦免人呢 我们在主面前 也就蒙了赦免 我们也可能是冒犯过别人 但是我们里面 如果只是求 被我们冒犯的人赦免我们 我们却不去赦免那些 冒犯我们的人 我们也得不到赦免 保罗在罗马书也提到 逼迫你们的 要为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 不可咒诅 这是要神的生命 才有这样的 只有祝福 不可咒诅 就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的时候 他还向父神祷告说 父啊 赦免这些人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所做的 只有主耶稣的生命 能够有这样的 从里头来赦免 我们真的需要 主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增多 在马亚福音 第六章 主耶稣教导门徒 该如何祷告 之后主特别强调了这一句话 你们如果赦免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赦免你们 你们若不赦免人的过犯 你们的父也不赦免你们的过犯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有主的生命 我们得救了 我们应该来活 这个神圣的生命 把所有别人冒犯我们的 我们在里头来求主赦免 主的生命 生命是能够叫我们 有赦免之恩的 大卫所做的许多的诗歌里面 从来就没有提过 扫罗是他的仇敌 在这一点上 大卫是尊重扫罗 是神的受高者 是神的权柄 他从心底 认扫罗是神 设立在他上面的权柄 也赦免扫罗对他的迫害 不仅赦免 大卫还在哀歌中 真诚的赞扬 百姓对扫罗 还有约拿丹的爱戴 以色列的女子 当为扫罗哭号 他曾经使你们 穿珠红的华衣 给你们的衣服 加上黄金的装饰 大卫呼吁 以色列的女子 为扫罗加哀伤 是因为扫罗战机标柄 曾经把打仗夺来的战利品中的 美衣装饰等 赐给他们穿 所以这个是叫 大卫是叫以色列的女子 你们要感恩 你们要记得 扫罗曾经也为你们作战过 打赢过 并且把战利品来跟你们分享 所以大卫这里头显出来 不仅是赦免 他还是一个感恩的人 他还提醒 以色列的女子要感恩 扫罗做王 能够使女子得穿战场上 抢夺来的美衣华服 却因为自己不肯顺服神 所以不能向萨默 带领以色列全家的心 归向神 扫罗更不能如大卫 建立起以神为王的国 得享真正持续的喜乐和平安 华服美衣 只是一时的 向着神 还向着神的国 才是永远的真正的福 我们不要只为外面的 有些好处 短暂的好处 我们就高兴了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那才是真正的福 勇士合进在战场上扑倒 约拿丹 合进在你的高处被杀 这里头 大卫开始来 特别提到约拿丹 这位知心的盟友 我的兄弟 约拿丹 大卫在这里头 特别说到 我的兄弟 我为你悲痛 你自于我何等可悦 你对我的爱 美妙非常 过于妇女的爱 永世合进扑倒 占据合进灭绝 大卫在此 难舍约拿丹 对他的纯洁 无私的爱 悲痛万分 这里头我们看见 是一个纯洁 无私的 可是呢 近代同信念的人士 却把 撒木尔上一章二十六节 你对我的爱 美妙非常 过于妇女的爱 说成 大卫和约拿丹 两个人是同信念的证据 这实在是对高尚 纯洁有情的侮辱 神是震恨 并且严厉禁止 同信念的行为 历位记称 同信念是可证的事 就在历位记十八章里头 还讲了两次 并且下令 要行同信念的人 要处死的 不让这件事情呢 在以色列中间呢 是延续下来 同信念 是撒旦破坏人性 阴险 恶毒的计谋 是正常的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的婚姻 家庭被破坏 亚伯拉罕的职儿 罗德 住在索多玛 索多玛和俄摩拉 就是因为同信念泛滥 而招惹 耶和华神 直接从天上下来审判 降下硫磺和火 而被烧灭 同信念事情 是惹神非常愤恨的 是可证的 而且是神 亲自下来审判的 大魏是合乎神心意的人 并且认识神的话 绝对不可能有如此 惹神恨恶的行为 否则他早被神谴责 厌弃了 哪会有神的同在和祝福呢 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 弯曲被谬的时代 撒旦的撒谎 捏造越来越猖狂 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 指出大魏和约拿丹 是同信念的经文 同信念者否认神的话 他们不敢提 索多玛和俄摩拉 是被神历害审判的例证 我们看约拿丹和大魏的交情 约拿丹重视大魏这个 知心的朋友到一个地步 愿意让出王位 甚至跟父亲反目 而其动机仅仅是因为 欣赏大魏向着神的 专心一致 而与大魏结盟的 这是真正神所器重 赞赏的弟兄相爱 完全没有一些 这些这个同信念 这些这个情欲在里头的 同信念违反了神 创造男女顺性的情欲 在新约圣经 罗马书第一章 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 就又特别清楚地指出来 大魏和约拿丹之间 纯真的友情 被扭曲为神所证悟的信誉 我们要为今天所处的 邪恶的世代 悲痛 警醒 因为我们也来到了这个世代 是神将要来亲自审判的时刻 主耶稣曾经警告我们 在他再来的时候 有一个很清楚的兆头 在路加福音的十七章 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主说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 人吃喝嫁娶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洪水就来 把他们全都毁灭了 主耶稣指出 挪亚日子的特征 是人吃喝嫁娶 这两方面的事情 吃跟喝 是维持我们人的生命 我们今天的肉身的生命 我们需要吃跟喝 来给我们力量 来给我们能够活的 嫁娶 是照着神创造男女的原则 来延续人的生命的 这是为了神的经纶的 但是由于人的情欲 撒旦就利用这些 人生的需求占有人 使人只顾到吃喝 嫁娶 而完全不顾到神的权益了 到了这世代的末了 将近主再来的时候 这种光景要变本加厉 人所做的 每天所想的 就是想的 怎么吃的 怎么喝的 更加的畅快 更加的fancy 然后人也想到嫁娶 只想到结婚 婚礼要办的怎么个隆重 还有呢 怎么样是来比较 能够来炫耀 而且想到我们要生孩子 就想到这些事情 吃喝嫁娶 这成了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 但是主在这边 没有就停在这里头 主耶稣继续说 不仅说了挪亚的日子 他还说了 又好像罗德的日子 这里头有一个叫做罗德的日子 人是吃喝买卖 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 在前面讲到挪亚的日子的时候 人是吃喝嫁娶 但是到了罗德的日子 就是同性恋泛滥的日子的时候 是吃喝买卖 嫁娶不见了 到了罗德出 所多玛的那日 就有火与硫磺 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毁灭了 人质显现的日子 也要这样 我们今天 离主耶稣来的日子 非常临近了 有这一个清楚的灶头 就是挪亚的日子 和罗德的日子 同时显现在我们的周边 罗德的日子的特征 只有吃喝 没有嫁娶 而且是买卖 因为在神的眼中 同性恋是可证的 根本就算不上嫁娶 因此主没有提到嫁娶 只有买卖 你看今天 不仅是吃喝 同性恋泛滥 神不看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婚姻了 人想的 而是怎么赚钱 怎么买卖 现在这个疫情一泛滥 全球的这个金融 全球的贸易 全部都受到很大的打击 这也是主在提醒我们 我们今天已经到了 罗德的日子 同性恋自从人犯罪 堕落之后就有了 尤其在外邦人中 更是习以为常 所以神呼召出 以色列人说 我是领你们 从埃及地上来的 耶和华 要做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圣别 因为我是圣别的 神把跟这个埃及人 世俗的 一同居住了四百多年的 以色列人领出来 是要做他们的神的 所以神特别说 你们要圣别 不要跟这些世俗的 完全没有顾到 神所造人的这个原则 神是圣别的神 所以我们也是需要圣别的 神在律法书中 特别指明 圣别的指明 需要如何在美地上生活 才能够和圣别的神相配 如果以色列人 违反这些道德规范 破坏伦常家庭 就是破坏神的经伦 使人在神的旨意上 变为无用 神会叫美地 把这帮被破坏的子民 吐出去 在立位第十八章 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 地就把你们吐出去 像吐出在你们以前的国民一样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神是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 当时的迦南地 有迦南七族住在那里 他们就是犯同性恋的 犯偶像的各种的污秽 所以神要以色列人成为圣别的 去把这些不圣别的国民赶出去 神在这里也警告他们 你们如果也是行了 这些世俗的迦南人所行的事情 你们也会被吐出去 果然后来以色列人堕落 扮偶像 行各种的淫乱的事情 同性恋 最后被神赶出去了 以色列人在神的经文上 有一个重要的使命 就是使神的话 圣经保存下来 圣经谴责同性恋 使人不被破坏到 无法接受救恩的地步 今天感谢主 以色列人在世上被欺负 被追杀 被凝辱 但是借着他们 圣经保存下来 我们可以认识 神造人的心意 可是同性恋 自从20世纪的70年代 开始猖狂 今天许多的欧美国家 都通过同性恋 婚姻合法 连台湾在几年前 也通过了这个同性恋 婚姻合法 使得我们今天 已经来到罗德的日子 主的在凌 他的审判 是非常非常静凉 我们要警觉 我们也要为 今天这个世代来哀痛 所以大卫这个哀歌 我们里面 也要为这个世代来哀痛 让我们警醒 让我们成为圣别的 让我们可以在神的经文中 是有份的 好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这一篇信息 对我们的应用 神曾经两次 把扫罗的性命 交代大卫的手中 但是大卫万不敢 伸手害耶和华的受高者 他真心相信 这是神的事情 神会出手处理 他的受高者 神高了扫罗 扫罗背叛神 神最后会出手来处理的 在撒末尔夏第四章 第十节大卫就说了 从前有人报告我说 扫罗死了 他自以为是报好消息 就是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 来报告他 我就拿住他 将他杀在喜格拉 这是我给他做 报消息的赏赐 报信的亚玛利人 居然敢以杀害 耶和华的受高者 为理由来讨赏赐 大卫就绝不饶恕 这个亚玛利人 没料到大卫把 耶和华的受高者的身份 看得比自己的恩怨更大 结果白白的上扬 神性命 因为肉体不认识神 不肯服 也不能服神的权柄 我们对神的权柄 是否也有如此的认识 我们也要学习 大卫是怎么来尊重神的权柄 第二 扫罗之死对大卫来说 意味着他将结束 多年疲惫的逃亡生活 并且光荣地登上王位 这不就是当初 扫末来高他的时候 就是让他做王的吗 但是大卫 却表现得出人意外的反应 他是一听到这个消息 撕裂衣服 并且禁食 悲哀 处使了那报告 并自称杀扫罗的 亚玛利少年 做哀歌哀悼 扫罗和约拿丹 可以看到和神心意的大卫 之所以能够做王的原因 他一直尊重 耶和华神为他的王 扶在神的权柄之下 因此他能够从内心来赦免扫罗 神是活神 神所设立的 他是尊重的 尊重神的所设立的权柄 就是尊重神 虽然大卫有许多的过犯和缺点 但是大卫能够超越人的感情 恩怨 只愿意遵循神的旨意而生活 以神为中心 由于大卫一直信靠活神 因此神定义使大卫 从低违的木童 容身为以色列的王 这个国是由神掌权的国 与扫罗想要把神的国变成自己的国 完全不一样 就遭神把它灭掉 第三 大卫问亚玛利人的问题 和以利济师问那个从战场上 回来报信之人的 几乎是相同的 而两处的回答也是 军队的逃亡 集体的被杀 领导者的战史 这些内容 所以我们看出来 这个以利当时的情形 跟扫罗的情形 是有一个雷同的 两件事情具有很多的相似点 以色列的对方敌人 都是非利式人 以色列军队惨败 战争的结局 导致了新的领导者的登场 通过以便以泄战役 统治权从以利 过渡到了萨摩尔 通过了基利波战役 统治权从扫罗 转换到了达位 这让我们敬畏 掌管历史的神 和神的经纶 神是有祂的计划 和时间表 今天市局败坏 圣经预言 在哈米吉顿大战 敌基督的军队 要被基督 和他的心腹军队灭绝 也要有一个转换 使世上的国 成为我主基督的国 第四 大卫没有因为个人的恩怨 而幸灾乐祸 扫罗的灭亡 反而作诗 诉说扫罗父子的 英勇和情深 得人民的爱戴 思想他被神所立 为百姓得益处的优点 他能够想到这么多方面的 来称赞扫罗 我们要学大卫的赦免 不要记得彼此之间的恩怨 这个赦免是从内心来赦免 扫罗虽然是属肉体的王 他作为神的受高者 选择了他的肉体 一再挽梗 不听命 失败 但是神还是借着他 做了一些事 给以色列子民 带来一些平安的日子 但是扫罗 是做了一个工具 来成全的大卫 扫罗的事迹 也写在神经伦的历史当中 临前第十章 这些写出来的历史都是做我们的见解 并且写在经上 写得清清楚楚 正是 我这里要强调 正是 为警戒我们 这身在诸世代 终局的人 弟兄姊妹 旧约圣经不是只是一些故事而已 这是神来做我们的见解 清楚地来警戒我们的 扫罗不是我们批评论断的对象 我们并没有比他更刚强 只是比他更蒙恩 因为我们身在这个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灵里的时代 我们是比他更加的蒙恩的 菲利比书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还是需要恐惧战精 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 第五 扫罗的一生都是活在肉体里 从外面看 扫罗和大卫没有太大的差别 大卫寻求神 扫罗也在危难的时候寻求神 扫罗有许多罪过 大卫也没有扫犯罪 但是我们不要只看外面 我们看里面的不同 大卫不仅是外面要神 他里面也是要神的 在大小事上是连于神 甚至在被扫罗追杀非常危险的时候 他在那里是呼求神 仰望神 他还觉得他自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的 扫罗在紧急的时候才要神 平时里面却不给神任何的地位 在生活上 我们要看出来 我们是里面就要与神亲近 因此 属肉体的扫罗 总是不肯在神的指责的时候悔改 只知道甩锅 责怪别人 顺服权柄的大卫 一被指责就悔改 并且转向神 赞美神 感谢神的带领 我们曾经在大卫被逼迫的时候 说到十天十六天 很可能就是大卫在逼迫中间的时候 在为难的时候 他所写的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悲中的分 我所得的分 你为我持守 大卫在里头是相信 今天完全没有看见他做王的 而且还是都逼迫的 像个个爪 像个死狗 被到处的追杀 但是他知道是神来为他持守 他的做王的这个身份 用神良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加美之处 大卫完全没有抱怨 他觉得神给他的这一份 是加美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这是我们应该来学会的 甚至在扫罗灭亡了 大卫还为他悲痛 写诗歌颂他 他是彰显了神的宽恕 我们只有享受主的生命 享受主所给我们的这一切 我们里面才能够不去计较那些 私人的恩怨 愿主 开我的眼睛 看见我们所得的这一份 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不要去斤斤计较 那些不值得我们去那里 一直记得的那些冒犯 第六 当初执意要求立王的百姓 现在终于看到了 他们所选择的王 带给他们什么结果 在和西亚书十三章 神说 以色列啊 你反对我 就是反对帮助你的 自取毁坏 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 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 神里你的在哪里呢 论到他们 你曾说 把王和首领赐给我 我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你 又在圣怒中将王废去 这一段所讲的话 就是讲到百姓 他们自己要王 不等到神的时间表到了 他们自己就是 不要神来做王 是反对神的 所以神在怒气中 把扫罗王赐给他们 现在神也在圣怒中 把王废去 把这个在危难关头 去找交诡的妇人的王 废去 我们不要把希望 寄托在世人所立的领导 我们今天要为他们代求 要看见 主已经立了 基督为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而且主还要再来 而且时间是快到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 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感谢主 我们身在这个世代 就离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非常非常的近了 这个挪亚的日子 挪的日子也提醒我们 我们今天一方面是悲痛这个世代 一方面也是欢喜快乐 我们是预备等候主的再来 这个才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不在任何人的身上 而是主耶稣的再来 感谢主 好 我今天交通就到这里 感谢主